只要有代言人 一定要最起碼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可以代表一个公司 或是跟另外公司 或是跟政府 这些的好像 争取什么样的福利 因为他们一定是有 这个代言人 那台湾是还没有 那今天 我们就聘这个 那到现在也是 帮很大的忙 我刚刚所讲的台风的特质 就是最起码有这个 九个 破坏扭曲 损失生命与财产 恐惧压榨 整个动荡 吐石流带奥心独留全台 还有没有依法 而且容易改变路线方向 无孔不悟 那当然这些的 台风的特质呢 还是要靠新闻媒体去传播 那我这样看起来的时候 跟中华民国的特质 差不多 因为在整个 七十年的历史教育当中 几乎都是这样 对 我就用这样的去形容 那中华民国 其实在南京那时候就已经开始 汇选了 他们怎么开始汇选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1912到1949年 37年的 只有中华民国的历史存在而已 其他都灭亡了 那在1949年就被中华民国替代了 所以那时候就 他们本来就消灭中华民国了 这个大家都清楚 所以把它当作说 蒋介石这个集团是流亡的 而且当初那时候中华民国是李宗仁 本来是总统 没有到过台湾 然后不是有民主国家的民众 台湾民众一些的团体 然后他们不是自己有总统吗 到最后这个总统和都跑掉 捐款跑掉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 以前的历史 这个1997年 我们联合国被联合国逐出境 那我要谈的是看看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呢 关键点就是很清楚 在中华民国那时候 因为本来就跟美国有一些 所谓的邦交 那但是到上海公报 或者是他们的 美国的政策 那确定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什么中华民国的 很清楚 在1972年就已经定定 这个他们的法律 那只不过说 我认知 我知道的时候 你们是中华民国的 那我们看这些都是 我要谈的是这个 在日本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的时候 那签署这个战争结束的 投降书 我想在初级班 你们也看过 在台北的中山堂 有两个中华民国的国企 上面竟然有美国国企 所以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啊 因为美国就是主要的 占领权啊 国家 我们都不知道 那等到来到这边 才清楚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在 本来的地位 在 中国是把它当作说 中国战区了 这个太平洋 实际上就是太平洋战区 他要用中国战区是代表说 这是我们国内的 事情 所以他就把它串改 好 在 我刚刚所讲的 在 1945年9月1号 成立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现在变成台湾省 那现在台湾省就 本来是要废掉 李登辉本来要废掉 那但是美国不肯 你废掉就不行 你可以动神 所以到现在动神 那 应该要成立军事政府 但是 中华民国 国民党他们成立 警备总部 这个才是最可怕 一直在抓人的 228事件发生 摆设恐怖 然后进入到宗教 连宗教牧师在那边讲道 马上把他抓起来 然后圣经圣诗也把他没收 这都是国民党的体制下 好像现在蔡英文要争取这个中华民国 好像跟他们无关了 实际上中华民党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延续下去 就让他们有机会不好听的就是捞嘛 那像柯P本来说很高兴说 大家都高兴对他在台北市内 哇 一下子民意调查蛮高的 说支持率制度很好 他应该要处理这个远雄 大家就无声无喜 到最后还是妥协 所以我跟有一个高沙族的牧师在 因为他们一直支持蔡英文 我就直接跟他们说 蔡英文讲的时候 我绝对我保证 这个都是乱讲话 没有一个人说绝对的 没有一个人说保证的 我们只是尽力而已 你讲保证绝对 这不是人的力量可以做的 因为你即使当所谓的总统 你还是要尊重其他的小党 他不是说小党都要一起吗 你要尊重妥协 政治就是这样 到最后还是会牺牲高沙族 这些都是屁话 真的是到最后 等到停止选举的时候在这儿 还好美金政府就已经进来 全部美金政府来负责 在当时的你看 在全国性公务人员考试资格 在审券那时候台湾审 这个是全部在台湾的比例 入取548个人 单单所谓的中国几个省在那边 就五百姿务人员 台湾人只能赴得而已 七叉嘛 不管啦 但是那是他们 他们以为说自己的领土 你看部落会议都也没有什么约束 所以以为说选举了什么都可以 你看到这边很高兴的 你看冻算了 这个都是荒唐的 你看这也是同样的 虽然被开除 但是他还是在总统在位的时候 没有好好做 也是同样的 好高兴的 都会 好 我也谈的这一点 1922年 他们这个李元宏 副位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时候 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令 恢复国会来设立宪法会议 然后本来自宪工作要继续做了 所以选举总统的时候 人数一定要达到法定人数586人 那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呢 曹昆松 好 曹昆 公元发给给元5000块会选 难怪中华民国就开始会选了 到现在 因为他们本质就是这样会选 好 这个都 你看这些 都本来判 判决有罪的 这个有没有人被抓 有没有人 进入到牢里 一个都没有 你看 还没算他们整个 到底他们捞多少的钱 那林医师不是说钱都放在 鱼池那边吗 对啊 什么都来 你看 连这样的 最后判无罪 只有中华民国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让台湾民间部不是这样的哦 后面都是陪神团 你这个大法官的主持 跟他主持而已 只有听陪神团的决定 宣布陪神团的决议 那是大法官的主要的任务 那今天中华民国不是啊 大法官可以改啊 他也知道哪一些的漏洞啊 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很清楚啊 那只要有认识 只要 钱多多的事 当然有的现在慢慢已经 谨慎了 因为常常被调查局调查 但是这些都是 都是冤枉我们整个的 台湾人的血汗钱 知道每一年 预算18兆吗 一年的总支出 那有的人说可能是25兆 有的不够 负债的是25兆 但是这个是他们算的呢 我们以后执政的重新算了 因为他们的福报太强了 报的福报啊 那是明呢 我本来不知道呢 像我们在山上的 哇 这个预算多少 那是明呢 原来他说 牧师 还有案的呢 这个中华民国才有这样的体制 你看这些都是 但是到最后就判无罪 都贿赂的 像那个县 对不起 清净民宿在那个 南投的塞德克巴莱的部落 那一带那一地区 有清净农场 一百三十五家 竟然只有四家合格 所以今天 有一些 错的那些水沟呢 都 山庄的那些错水沟 没有能整理好 几乎都往另外一两个部落 哇 那个两个部落 那个水沟 臭的要命 他们想要抗议 抗议不来啊 这些都是 你看 那一段时间 单单退休军 公教年终奖金 三十年 吃掉六千亿了 这是当时的算法 今天这五老 所以我刚刚所讲的将军村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都是在谈论中华民国的一些的状况 还有公教人员 那当然有的说 有的比较有良心的公教人员说 就不一定拿十八趴 有的会在乐捐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 在 哇 这个都是 那是在谈论这个 六四天安门事件 哇 那么多人 一万多个人被屠杀 这是美国公布的 你们有听过一个 台湾政府吗 美国台湾政府 另外一个团体 本来是跟我们一起的 蔡基元他们 他们就离开叛徒 然后就 他们不知道 中兴新村吗 在挂美国国旗 美国就很生气 谁授权你们把美国国旗挂在那边 所以以后都会 一定会算账 那中华民国的法院 也是已经 像他们 虽然他们说现在没有事 不过就是 中华民国的法院还是有 因为你侵入 私人的土地 那中华民国也进入到宗教里面 无论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本来都是说 人民自觉 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 没有好好去研究 所以我就跳脱 离开这样的理念 进加入台湾民政府 那在 这一些都是 他们不知道说 你独立的时候 你非得要经过美国首肯 不然的话就跟美国作战 你才可以独立 那你也要经过日本天皇首肯 那会不会 抹攀发 真是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 所以 这个就是死路一条 特别是姚家文他们的 以为是 台湾是人民决定的 那他们不知道说 台湾人民为什么不能自觉 因为 刚刚所讲 台湾人民就是包括 所有的人住在台湾的 他们都会说 the people on 台湾 the people on 台湾 跟the people of 台湾 怎么可以决定台湾的前途呢 因为 就像 秘书长常常讲说 台湾是不是台湾人在台湾 有没有 就一般的人说 对 台湾就是台湾人在台湾 那是这最不是啊 不是啊 因为 那么多的 不同的人种在台湾 中国人也算台湾人 所以他们说 我们也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那像他们这样来决定 没合法的中华民国 没合法的国民党 来到台湾 都没有到台湾 是怎么有管理 压制我们的台湾人 来党去宣布 这没合理的 你是压制台湾人民的 竟然强迫人民一起跟你选举 而且选举的游戏规则 都是中华民国的 对不对 门槛高啊 然后 要保障高杀主 有没有 只有高金树美啊 那高金树美 那喜欢到中国啊 那当然我不敢讲他的私生活 因为他也是我们苗栗的人 他妈妈是我们苗栗的 那他的爸爸是中国人 那每次都会 虽然看起来说 对台湾高杀主原住民很大的提出很好的意见 但是做得出来吗 到立法院有没有做得出来 没有啊 只有跑到高杀主的地方 部落的地方 哇大家高兴 哇不错 这个高金树美 立委 哇都为我们高杀主原住民 打抱不平 然后建议更好的 这个带到立法院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啊 你看空机有没有 也没有啊 你看我们游行 我们1988年 原住民的黄围土地 1988年1989年1992年 我也是主模之一啊 大家都高兴 哇黄围土地 好高兴哦 夏大爷 然后那个震报警察 一看前面的震报警察 一看 中国国民党怎么那么厉害 中华民国 以仪制仪啊 我们抗议的 很多牧师在前面 然后震报警察 第一排都是原住民高杀主的 不过后面的平地 震报警察用那个 厂棍的 动 会动到下庭 有几个牧师被撞到了 这警察们就残忍了 然后就调纲 那有一个 我们认识的震报警察 啊我的牧师在那边 所以他就跑掉了 跑到后排 你看 中华民国就是 让自己的人打自己的人 这个就是一贯作风嘛 从以前到现在 所以到最后 我 还我土地都很高兴啊 第一次跑 1988年第一次 三千多个人 全台湾的律师第一招 我们好高兴喔 我土地 我土地 还我土地 竟然有一个高杀主说 还我太太嘛 奇怪 还我土地怎么还有还我太太 原来他的太太跑掉了 跑掉了被平地人拐去了 当然不能怪 怪太太可能自己的问题 所以不怪说 行我太太 我说 这个高杀主很可爱 好 那今天我们就要回到 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不能用政治台湾 所以本来美国国务院 用政治台湾 来消除我们 对美国的控告 然后这一次228也是同样 这个是正地台湾 这是政治的问题 就是Political Issues 这是政治的问题 结果我们还是继续答辩 所以我们的律师说 没有问题 百分百一定会胜利 所以我们就等待好消息 那好吗 好 等到我们能够这样的执政 让台湾人完全改变 那当然这个改变 那当然这个改变 会慢慢的 我们受训练 专训 就是一直 谈论到 我们的品质 水准 要提高 所以为什么会也 常常训练 专训就是这样 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高杀主也进入到平地 去学习 因为高杀主没有做过行政方面 很少 那有考上 原住民特考 有啊 但是不多啊 那五十几万的人口 那真正公教人员也不多啊 才不小心没有两三趴 所以那么少的 然后那当然我们就改变了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部落就专门教部落的语言 胎儿主就是全部胎儿主 当然是这是目标 大概要在十年左右我不敢确定 十年左右就改变全部都是 不一定更快的两三年也说不定 所以 性向测验就是关键性 我们就学习欧美日本 都是性向测验 到了三四年级就知道说 略构性是适合哪个路程 不要不像中华民国 什么都学 我的女儿在国中的时候 哇一大包书一大叠 哇好苦哦 走路二十几分钟 有时候我用摩托车载 我说看小孩可怜啊 赶快民政府执政 这些都改变了 因为什么都要学啊 对不对 十几科 学生都要学哪里五进店 哪里会进步嘛 你全部写 你说啊这个是通才教育 像我们高沙族我刚刚刚讲 我四十多年前我真的不会讲中文 然后到大湖读初中的时候 又跟客家同学又在那边争论 然后又跑到新竹读书 又被好像是被排斥 实际上我没有办法适应啊 不想讨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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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科都不及格 但是不能强迫说我很笨啊 没人都聪明 只不过是在你的领域里面很特殊 但是不一定全部都被你包办 没有这样的 我们人权 我们人的性向都有 所以我们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会分开 没有说全部学 像高沙族体力那么好 像我这个体力是落后 落后五十年啊 我的体力啊 诶 我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打篮球体力都不累呢 走遍跑 哇 运动都跑 像他们体壳 体壳的 那更厉害 所以像这样运动型的 然后音乐型的 高沙族就往那边了 所以有那么多的 美国职业职棒 有没有几个高沙族 有啊 日本有没有 也有啊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职业 中国中曾经的调 web 建议都是中华流亡的 所以我们执政的时候 隆重盖 盖到台湾 美国为什么调纲用日本裔 这是美国的日本裔 等于说日本后裔 但是在美国受训练 哈里斯太平洋的司令 那就是日本就是要出面 来帮助台湾 这个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合作 都是有这样的 拨转我们的台湾 这些都讲过 然后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进入到台湾民政府 就是我们都在 奔脱台湾囊正在做伟大的工程 你看假若美国没有帮忙的话 我们怎么会有台湾民政府 美国核准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你们有了吗 全部 感谢 感恩 我去两年前我去美国海关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中华民国的passport 然后我就问那个海关的美国黑人 我说帮我check一下 这个我们台湾民政府的ID 他这样一check no problem 没问题 意思是说有效 当然那时候因为不是要办 我们台湾民政府 那时候还是要用中华民国的 然后我们进入到国务院 我们进入到大建筑屋 都必须要用刷卡 那我们都是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ID身份证 一进去刷 没问题 就可以进去 有照片集团吗 有照片集团吗 没有啊 奇怪 我们的情侠朋友是怎么 头角是这样 很硬 对 这么没过 所以要扣令 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旅行证件 秘书长讲过 旅行证件已经在秘书长的手中 为什么没有马上发 因为一旦发的时候 经过海关说 因为那时候 因为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嘛 等到他不准的话 你看 然后就用新闻报道说 诈骗集团又来了 什么台湾 什么美国旅行证件 所以就不发 要等到执政以后 才开始 好 这个都是 早就已经在 我们台湾的心中 所以我们 在国际法里面的 战争法 马关条约 旧经商和平条约 特别是海牙第四公约第三篇 第五十五条 占领国对其占领地内属于敌国的公共建筑不动产 森林和农庄只是被社会管理者和受益的享用 但是现在都是被中华民国招踏 因为我们山上的那么多的山庄都是跟财团交购 跟财团挂钩 所以我们高沙族的土地都是人头的 都是骗人 都是被财团这样 然后到最后说你们高沙族一定会得到帮助 然后你们可以在那边上班 结果到最后只有一两个上班 还是被财团骗去 然后这些的占领的领土呢 禁止向敌国宣誓效忠 所以还好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本来已经拿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等于就是说像中华民国这个敌人 中国这个敌人 我们效忠 哪里有这样的人 本来台湾人就跟中国人敌对 那还要效忠这个中国人 所以烂大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这样的状况 好 这个是在国际战争法的惯例 四十七条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们刚刚所提的 旧经商和平条约 好 我们看到 在整个美国国务院都很清楚 1960年代 美国的立场 当时是承认 中国是合法的政府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被联合国驱逐 所以才会承认 但是到了1971年 被赶出去的时候 就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那时候就改为 台湾治理当局 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中华民国是 是这里的人的中华民国 中国人 自己强迫我们称 我们是中华民国 这样 已经不知道 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 这样有清楚吗 所以我们就慢慢了解 属性就是这样 美国 因为它是主要占领全国 这个交给我们的秘书长 这个是日本天皇 所住的皇宫 这表示它就是掌握 我们的所有权壮 这个是图画的意思 日本天皇的所在 这个1945年4月1号 这个都清楚了 那我要提这些的加强的时候 我们秘书长林志生 控美的时候 我自己分析至少有五个含义 第一个 找到我们台湾的出路 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 牺牲他自己 有没有听过 看那个中国出逃 秘书长所写的那一本 他从四川一直逃到上海 然后逃到厦门 这个那个船夫 你是台湾人 头都到台湾 我头一次听到 你是台湾人 偷渡到台湾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也是又创历史 我们秘书长 另外创 另外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秘书长控告美国是 牵动 美国 叫行日本 所以 控告美国 然后我们每年的 八月十二月 进入到 日本天皇的皇宫 就是要叫切 日本人 我们 本土台湾人 本身 本来就是 日本是 我的祖国 日本是 日本是我们的祖国 那现在慢慢的 都已经了解 你看 秘书长有讲 不是吗 九月初的时候 秘书长夫人 到安倍 被安倍召见 就是谈论这个真正 烂的地位 那诈骗集团 那有这样 好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 的确 真正 历史的 进行 所以会慢慢 就进入状况 那第三 我们 更清楚 控告美国 就是让台湾人 能够被叫醒以后 真正知道 台湾的历史 虽然有很多不了解 误会 但是秘书长 被误误 秘书长被 所有 一般台湾人 或者是 可能有很多的 地下主旨 在那边 在误误 毁谤我们秘书长 秘书长都没有 毁 都不毁 所以单单毁那些 被毁谤 就不要做民政府了 这是秘书长 所以 没有去甩他 美国也是同样 那么多的 再一次控告美国 但是美国都 都不去理他 只有实力 展现出来 所以 这事就是 让我们台湾民政府 实力 站立出来 然后战胜 美国的 控诉 然后 中华民国 真正 国民身份证 失效以后 Passport会不会失效 当然会失效 失效啊 没效啊 生情没效 Passport 同样没效啊 这样没效 对我说有存在吗 这就是 他的时间 等到金蒙妈祖了 平坛岛 所以平坛岛 金蒙妈祖早就已经开始设定了 你不要说 宋楚瑜 不是 他也是不简单的人物 他也是平坛岛里面的 当中的一个负责人之一 所以 所以整个都是 让我们看见 最后 所有的 跳脱 跳脱 中国的思维 然后进入到 欧美 还有日本的想法 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将来的路线 所以农业藏果 已经是更强 医疗大国 这是秘书长的一个最大的盼望 所以最好 那就要看大家 我们一起 配合 一起配合 来参与这么那么大的 整个历史的大工程 这是不是 我们是冲着 我们台湾的历史 有没有 有 这样好吗 有 这个历史是 让我们后代的 咬咬咬 孙孙 哦 咬在 我祖先 参与台湾民政府 这样进度下 以后就会 看到你们的面孔 说 这就是我祖先 这就是我祖先 我祖先 大家高兴 所以 希望 再继续 继续辛苦 希望 我们回去 回去自己的郡 还有办公室 跟他们一起联系 不了解 不清楚的时候 再问你的知识 郡守 这样开讲一下 然后 有空 我们就会 更多的事情 看见 你的领域是什么 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领域 或者是你的恩赐在哪里 你往那方面去 研究一下 因为执政以后 你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大的功夫 又可以进入状况 这样好吗 好 谢谢 这样给你们辛苦 就继续打招 这样台湾民政府 早日来进行 请多谢 上台广赞订 因为我们的电脑所说还有九分钟 看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 可以分享 没有的话我就要唱歌了 不要录起来 不要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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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